感官是來自各位觀眾的消息 關心的是 高雷的母親的 市部林寒建議 用在地新鮮的水果 來製作寶寶的副食品 跟一關有請教授 體育館基盤的母乳寶寶 趣味啪啪樂 總共有30多親主來報名參加 有寶寶是坐在原地都不登堂 有的是北部一邊騙一邊煞 就由寶寶順利來背行 現場是笑話不斷 比賽開始 天津科的寶寶有的背料金金 有的是整個都在睡 沒要噴嚇 管理大館也咬你 就咬油的烘烈 手拿到湯了 要就騙小孩 但這只要對這名小弟弟來說 好像沒效 這就是為高雷的媽媽 市部林 當時還以用 東區新鮮資格 製作副食品 所以改館有先 叫小姐破祝推游罐 基盤 家鄉鮮果味 母乳寶寶趣味啪啪樂 今年是第三年來基盤 有三十六堆的親主來參加 也欣賞照面長來觀察 每一年 參加的寶寶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今年有三十六隊來參加 而且我們還用 農業縣 我們還用 新鮮的水果 讓它做成副食品 由媽媽的愛心 去把它變成副食品 所以我們的媽媽 都會用自己在地 四季不同的水果 像香蕉 像火龍果 像葡萄 像蘋果 像番茄 還有我們最近 秋天上市的香瓜 去做成副食品 不同的素食品 拌著我們的母乳 讓小朋友長得又健康 又壯大 媽媽這個母乳 這個重要 也有行銷 我們在地 我們的水果 南仔灣嘉義縣的水果 可以說是全國最好吃的 那今天這一個行銷的活動 看到大家這樣參與 覺得很成功 嘉義官衛生局博業 支持純母乳補育 滿六個月 今年冬官也表示 黑心的食品不斷出現 但不然是通天然 才不會黑心 當時也隨便嘉義官 境內有四季 七十五斤 媽媽補吉乳士 限定頒獎 給今年度 公共中所 接種 親善補吉乳士的 競賽自由單位 三星空養紅 破祖區 才